哎呦 胡打风 舒服 这太舒服了 这个 这个胡打风啊 对面这个输出感觉就打不太打得起来了 再丢放下 宝宝起法防的啊 打这边还特意带了一法防 再拉把金刚护体 开场防守 物理也有速度 更舒服 他也是开场仙奇的野兽 那他应该又是开场一波善恶 善恶 荆棘5都来了 对面如果是平阵 或者是有克阵的话 他一般都是用冰川怒点物理的 那他这把用的是荆棘5 说明他发现了这个过敏体 可能伤害不够 这样的话我先临走之前 把野兽先加上了 反正速度比他快无所谓的 对面的善恶估计 要么没感知 要么感知的不多 女吧我们的宝宝应该还能站得住 现在化身速度比较快 弹丝正好能卡速 化身拉起来直接能活血 速度也是配好的 一把当头带走一个善恶 这把我感觉会打得很快 按照这种节奏的话 火头比他快 盘斯又能卡到速 而且我估计 人物属性上肯定也稍微去 针对性的调整了一下 抗星应该也都是OK的 这把真感觉 估计不会打很 我估计啊 十个回合差不多了 地厅都不用建 你别看现在啊 我们这边蛇还没招 对面这个好像宝宝也都在 我感觉差不多就是十个回合的样子 结束了 对面方寸在没有马的情况下 居然是没有我们这边 有马的方寸是就快了 哦 它变得猫卡 没变得慢猪 怪不对 凝致化果山了 抢物理速度了 封神木林没冲住 这个问题不大 只要你封化果山准就OK了 还是撞的化身 对面用破语黄公轻 但是这个花果山用破语黄公伤害 明显不是很够 对面群鸟好像点的是花果山鸟 还是有点痛啊 花果山的这个宝宝是可以配化身的 其实用这个宝宝撞化身就行了 魔音射魂没给上 还好啊 对面拉拉把EV独将抢住 再控化果山 化身是补了个流云 要有物理速度 差一点点 还是点的化果山秒的 那那善恶也没 有的善恶跟了 有的善恶没跟 死是死了 方寸应该够精轻 对面神木灵这样打 他不能一直单秒的 必须得群秒 他一群秒 对面方寸就不敢用催眠了 只能失魂失心落魄 失心 方寸应该是够精够罗 问题不是很大 地中方寸 没放 两边这封印啊 看着头疼 拉起来再给活血 化果山上有瘴气 伤害稍微 这个这个回血量 不是很跟得上 女拔木在招时了 风卷了 那方寸肯定死了 对面宝宝的速度 好像偏慢啊 那这样的话 拉方寸方寸还是起得来的 一个拉方寸 一个开方寸 然后方寸分身 或者反风对面方寸 都可以 分身的比较稳 女拔木接着出宝宝 花果山当头亲宝宝 宝宝就记得撞一下化身就完了 别化身被睡进去 也不可能 他这个时候应该也不会撞 这里有一只配速在可以开化身 他应该不会睡 还得取秒了 这哥们 盘思有金金掉 当头压花果山 没他快了 已经 女拔木再出个抗雾 这种拉法我没想明白 为什么这么拉 他觉得化身都会被封 堵化身抗风 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这个宝宝拉起方寸 让化身活血 但是呢 因为盘思的速度比我们化身速度慢 所以说化身被封了之后没出手 然后才盘思青青 如果盘思比化身快的话 这么打没毛病 但是盘思比化身慢 这样打的话化身又出不了手 肯定是给拿慢速宝宝拉 方寸自己保的就能拉起 自己拉自己就好了 这打的有点乱 这毛自己给自己加了个大金 对面清这只能拉人的宝宝 还用荆棘武清啊 那这样这个宝宝清掉的话 可能拉不起来人 突然有点难啊 这个那天我不是给猴哥 叫什么 给猴哥啊 支过一个招怎么打珍宝鹅 很简单 其实挺简单的 开场给珍宝鹅丢五无魂 就是赌无魂解不掉 然后兜舔 第二回合 给珍宝鹅宝宝丢五个铃铛 然后呢宝宝全跑掉 第三回合拉蓄米冲刺 然后再丢发温侠 补一个 那就可以了 因为你正常打打不过 你可以赌运气 运气好的话万一能赢呢 谁知道呢 因为你正常打 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方法 可能都打不过 但是这个方法 的确还是可以有一战之力的 那天我给猴哥支过 不招的 进聊也中 这样的话化身 少活血一把 人心还没叠起来 对面流云花果山 是想让花果山 比我们这盘司还快 嗯还行 弹丝还是控住的 下巴也得看看 速度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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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恶冲他更不稳 还不如带壁垒去清宝宝 哎你带善恶万一全散爆呢 你输得还要快呢 方寸拉的是千速四星啊 这个四星拉的没毛的 盘斯人开 再拉虚弥 这也是个吸收 活到女拔木身上 就当敌人心了 盘斯速度卡锋 可以这速度可以啊 还是比对面花果山快 这两把卡锋卡得非常舒服 女拔木把胖子给招了 这样就可以了 飞了一个千速 好两只 两只虚弥 应该都是高速虚弥 反正现在虚弥 我说了很少有慢速的 都是高速 高速虚 千速一个拉 一个可以活 但是化身不能保证自己这把能出手啊 对面有方寸可以控 四星怕神木 那也没办法 女拔木就招蛇就完了 哎不对 女拔木招式CT还没到 前期女拔木被催眠 空了好几回合 一直招不出血 女拔木可以清 清个宝货 这样子拉 宝宝在洗个法房 这宝宝刚刚没洗法房 沙威压师 没事 现在这个情况 暂时还热闹不起来 得再过会儿才行 不 得看看过会儿 看情况 现在 还不好说 他们还 他们还不敢说话 方寸的宝宝是可以开盘丝的 让方寸宝开盘丝 盘丝去控花果山 拉地厅了 这么猛 直接控住 可以 波天清须迷 好 再把蛇招了 这把封卷 两层封铃的 也还好 飞俩宝宝 飞俩宝宝呢 方寸暂时起不来人 还得倒 想想看啊 假设他方寸加笛子 盘丝加笛子 两个单位都不封 也不可能 他应该有一个单位 要开一下花果山 花果山可以让化神开 但是盘丝是可以卡封的 化神可以给金兽 啊不对化神没灵源了 只能盘丝给金兽云齿 嗯 如果盘丝给齿的话 嗯 那没人去控他花果山了 逼中盘丝 不让盘丝封 少了一个单位加笛子 那他这样只有一个笛子呀 他化神应该不会带笛子 化神还拉须弥级冲了 诶 慢速地厅 啊 超高速地厅 这超高速地厅有点凶啊 金兽云齿没给上 或者盘丝是卡封的 不好说 哦盘丝 盘丝还没这地厅速度快 哎呦 我的天 哎呀还行吧 出了个宝宝能拉人啊 女娃母应该也出宠了 化神也在出个宝宝 他把善恶换成了须弥以后啊 压尸体是还行的 但是冲剩下来两个单位啊 变慢了 盘丝和化神这两个单位还是 法魂还是挺高的 笑了一下盘丝啊 盘丝笑了他 笑他罗汉 配速拉起 开掉 再丢无魂 丢无魂倒是个好法宝 再拉起来 神针飞吧 你把我们取秒啊 清一下这须弥 他清的是三号 没清须弥 我感觉化神得舍身了 来不及跌人心吧 得舍自己 到时候自己别死了 看看还拉不拉得起来人啊 拉的都是千速 不是慢速宝宝 对面再拉着须弥 哎呦我这须弥有点凶啊 哎你盘丝别在这无魂倒地啊 这个 这个无魂我已经有点 我已经有点感觉很吓人了 盘丝封化身 也直接封住了 再神针 化身这把应该是活了 应该是活了方寸 再招把怨灵 你是说哪个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这个可能是双方宝宝带神马啊 然后被盘丝封了以后降速度这种 嗯那这应该不行了 这个这样化身被再丢无魂 化身应该舍自己的 嗯让化身站住 只能先站住再说 但是女拔木被控了 也清不掉宝宝 除了三把163 化身是站住了 嗯但是缺龟速宝宝呀 都是高速 这样拉不起来人啊 没办法了 的 没办法了 Prophet 他刚才前面打之前给我发了个截图 说打钓鱼岛 然后我说牛逼暴力 结果他回我了 现在回我说暴力一个鸡吧 哎我的天 笑死了真的 我看了一下吧 打法上没什么问题 打法上没问题就行了 还好 每一回合操作上 除了有一把 那把盘斯金青让化身火 那把上出现了问题 其他我觉得还好 哇 这个法太太 了 感谢观看